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Cable Daily的频道 大家五年大吉,这里是苍云 这一次我们来讲讲键盘简明发展史 首先我们聊聊为什么需要键盘 现在个人电脑都是基于 弗诺依曼体系结构的图灵计算机 它分为这几个部分 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 输入和输出设备是人机交互的方式 输出设备如显示器、音箱、耳机 输入设备如鼠标、键盘、手柄 还有一些新锐外设如VR眼镜、脑机接口 目前都不够成熟 导致暂时无法替代传统外设 急嘴科大讯飞的语音输入法 在手机上用真的很好用 但办公场景使用同时间容易互相干扰 因此键盘仍然基本上是电脑的标配 尤其是电脑办公、电竞都很难离开键盘 需求催生了键盘的百花期望 沿用至今的QWERTY排列方式 源于打字机 之所以使用它而不是ABCD排列 是因为打字机的机械结构 导致相邻按键连按容易卡壳 相比ABCD排列方式 QWERTY排列减少了相邻按键的连按概率 它是通过左右手交替来实现的 反而提高了打字效率 具体有个统计数据 我们可以参考评论区链接 后来有人提出 德沃夏克、Walkman等排列方式 虽然和QWERTY互有胜负 但并不足以撼动它的地位 另外所谓打字效率都和中文无关 因此不用纠结不同排列的输入效率 并且如今更换排列方式是一场灾难 即便电脑能够更换 手机平板也很难 因而时至今日并不推荐其他排列方式 当代的键盘分类大致如下 薄膜键盘、机械键盘、静电容键盘、激光投影键盘、电斜折叠键盘 而具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且听我娓娓道来 当代电脑键盘则需要结合计算机历史来了解 历史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ABC计算机 此后才是大名给你的埃尼阿克 它是第一台通用计算机 这类基于大型计算机的最初交互方式是开关和纸带 后来随着可视化中端的单身键盘一同出现 它们往往只是外设 需要连接大型机和小型机一起使用 散接了今天用笔记本连接远程服务器的操作 如IBM 2250、IBM 3250、IBM 2260、IBM 3270、DEC VT100 有图 没错 它就是SPSA 2600键盘的灵感来源 最初的键盘是机械结构 但是寿命有限 然而对于当初计算机的处理能力而言 够用 虽然价格高昂 但相比只有企业会购买的计算机 价格属于九牛一毛 还能接受 后来IBM推出了微型计算机 比如IBM CoolSendhack 提嘴动漫命运十字门中有个穿越者 叫约翰奇托 说2036年需要使用IBM 5100来修复UNIX系统千年重的问题 在现实中2000年确有歧视 大概只是网友的恶作剧 这就类似于疫情期间 西班牙的来自于2027年的穿越者哈维尔 不过哈维尔其实是西班牙政府做的旅游营销 1981年IBM起先生产的Model F键盘是静电容键盘 为IBM 5150配备 后来的Model M是通过弯曲弹簧和胶垫实现的薄膜键盘 敢问Model S什么时候 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 键盘才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还有很多键盘品牌 我们表过不提 直接说重点 1978年Ktronic推出静电容键盘 通过弹簧和胶垫为依托 电容的飞接触方式完成出发 主要适配IBM机型 但销量不佳 而后将技术转让给Topray Topray就是如今顶级的静电容键盘厂家 RealForce是代表产品 而HKB和酷冷紫芯静电容键盘 也是采用了Topray的技术 第一把薄膜键盘是亚达利400 传说中的亚达利游戏机 薄膜键盘本身是很贵的 如今这么便宜全是因为Ktronic 1982年 在卖掉静电容核心技术之后 他就开发了全新的薄膜技术 薄膜脱胎于静电容键盘的胶垫 成本却十分低廉 亲民的价格在个人电脑时代 一举拿下市场 奠定了如今的薄膜键盘 低端廉价的影响 因此很多人说静电容键盘 其实就是高端薄膜 这也不无道理 静电容键盘引起昂贵和专利的限制 丧失了发展的最佳时机 说起机械键盘 就绕不过Cherry这座高山 MX轴体依据占领市场 比起此前的机械键盘 它有几个优势 将可动部分封装在轴体中 简化了键盘的整体结构 采用了金触点等技术 极大延长了键盘的使用寿命 轴体有多种不同的手感 可供选择 文化化键盘统一了接口规范 不同的键盘零件能兼容 围绕着轴体 樱桃重新定义了机械键盘 从此以后 机械键盘等于樱桃键盘 机械键盘这几个优势 相比静电容和薄膜 也是一技绝成的 有明确标准 方便第三方厂商做替换键 即便有其他品牌的机械键盘 只有樱桃轴的选项 也就只能兼容MX轴的结构 这也直接为客制化键盘的诞生 奠定了基础 机械键盘的崛起 全因为樱桃轴专利到期 开始降价 同时国产轴体也百花齐放 使机械键盘价格大幅下降 原来200元的机械键盘想都不敢想 现在是家常便饭 甚至有更便宜的 并且对于游戏玩家而言 机械键盘回弹手感良好 反馈明确 基本上是游戏玩家的标配了 同时机械键盘耐用 目前比薄膜键盘更受欢迎 硬桃键盘的键帽是自己开幕剧 则会将它拖罐给代工厂 后来随着樱桃接定制键盘的生产 比如特设定制的9009键盘 UNIKEK也逐渐开始接定制键盘的订单 也就是GMK键盘 定制键盘也逐渐开始向个人开放 解除GMK认证了几个论坛 共爱好者发布兴趣调查 叫interest check IC 经过一段时间 如果没有版权问题 就可以众筹开团 group by GB 现在最火的论坛是JCAC 虽然有人在Reddit发IC贴 但实际上只有JCAC被GMK认证 如今IC更多是象征意义 实际上是对自己作品的一个展示和宣发 基于GMK的定制键盘 自然必须兼容MX周题 而所谓客制化套件也是如此 全部移投MX周题 因而如今客制化键盘百花齐放 标准仍然是樱桃的模样 但是众筹模式非常不正规 出过相当多的问题 此前还有网站跑路的情况出现 而且货期和质量没有保障 对新人十分不友好 键圈在外往往被人当成笑话 客制化并非浪得虚名 如今的趋势是大工作室逐渐品牌化 期货逐渐转向现货 同时二手键盘溢价越来越少 对如今新入坑的玩家而言 可能是一件好事 入坑买键盘谨记 买现货不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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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故事下次再提 欢迎意见三连并关注我 了解更多更有趣的键盘资讯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